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这次我们来说说 争夺地中海的决定性战役 1571年勒班陀海战 如果您从上集听过来的 勒班陀这个港口应该不陌生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499年 土耳其跟威尼斯就在附近海域拼杀过一次 那一次威尼斯人自乱阵脚 让出生之毒的土耳其海军取得胜利 此后这边海域就信徒啦 以这场胜利为基础 土耳其海军在地中海东岸站稳了脚步 此后陆续向意大利周边进军 数十年之间 先是拿下罗德岛赶走了意愿骑士团 接着攻占科福岛围困威尼斯人的堡垒 然后越过直播落土耳海峡 抢掠西班牙的美洲运金船 这一系列的攻势 逼得基督教世界放弃旧仇 携手共抗土耳其人 可惜这种临时拼受的联盟未能奏效 习欧的新教国家不断的扯后腿 天主教重政法国也与土耳其人暗通团取 这让基督教世界根本无法一致对敌 此后土耳其大军依然势不可当 海路两线都迫近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地带 神罗的维也纳跟教皇的罗马 最终查理武士心力憔悴的退位 把帝国一分为二 传给了弟弟斐丁纳安与儿子菲利二世 自己跑到修道院修仙去了 呃查理武士退位了 那谁来抵御土耳其人啊 那就得看两位继承人的 主力还是西班牙这边的哈布斯堡王朝 因为当时西班牙在意大利有很多领土 与土耳其人的冲突是最直接的 所以菲利二世继承了父亲的志向 一边对付法国 一边对付土耳其人 不过菲利二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 虽然十六世纪中期的西班牙看起来家大业大 在欧洲有复述的法安德斯与意大利 在美洲有墨西哥与秘鲁金山银山 但是领土大也意味着仇人多啊 当时的西班牙在欧洲和美洲的领土都有麻烦 三贼土匪海盗撕裂船没完没了上门来 所以西班牙拿出来对抗土耳其的军队相对有限 如果朋友们有兴趣深入研究的话 推荐一本书把全心摔石啊 这是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甘乃迪1987年出版的巨著 30多年过去的依然是经典 里面各种数据资料曾让年轻的我叹为观止 想要深入研究的话 这是很棒的入门读物 这里我就不想去引用了 免得节目太冗长 西班牙当时的压力有多大 摊子有多烂 来看一场代表性的战役就好 1559年西班牙好不容易压垮了法国 签订卡托·康布雷奇条约 逼迫法国退出意大利南部 结束绵延半个世纪的意大利战争 松了一口气的菲利二世 正想部署一下对土耳其人的反击 隔年1560年5月 西班牙远征舰队就在图尼斯附近海域 被土耳其海军重创损失超过30艘军舰 约有5000名陆军 6000名滑翔手陪葬 为了庆祝这次辉煌的胜利 苏丹苏拉曼一世在伊斯坦堡 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 得胜贵来的土耳其军舰涂上显眼的红色和绿色 被缴获的西班牙帆船则被拖曳进港 被俘的西班牙贵族则被游街示众 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大败 这是苏拉曼大帝一生海上事业的顶点 也让西班牙意识到 单凭自己是无法单独对抗土耳其人的 此后菲利二世努力团结基督教国家抗敌 这让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比如1565年5月 土耳其海军大举西径 试图占领意愿骑士团盘踞的马尔他岛 这里北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南接北非的利比亚 位于地中海南北陆地间距最狭窄处 有地中海心脏之称 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虽然众寡悬殊 意愿骑士团依然欲血奋战 牵手超过四个月 而周边的基督教国家寄取存亡齿寒的教训 非常积极的前来援助 西班牙、威尼斯、热纳亚、纳布勒斯等国 源源不绝地送来援兵和武器补给 终于把土耳其人消耗得且围而去 隔年72岁高龄的苏尔曼青帅大军出征匈牙利 结果在中途病逝啊 这虽然不能说是土耳其人全盛时期的结束 却是全盛时期结束的开始 因为继位的苏丹塞利姆二世 缺乏父亲的雄才大略 他是靠着宫廷阴谋才在继位斗争中胜出的 这位对领军作战毫无兴趣的苏丹治登基起 便沉溺于酒色之中 此人拥有超过2000名嫔妃 每天进行享受放荡和堕落的生活 欧洲人称他为酒鬼赛利姆啊 自同他上台之后 地中海争霸站的天平 就悄悄地向基督教世界倾斜啦 第二枚交在基督教世界这一边的砝码 是1566年1月登记的新教皇辟户武士 他的作为跟酒鬼赛利姆刚好截然相反 庇护武士生活简朴如同苦行僧 据说他除了教皇法袍全部衣裳 就只有两件粗糙的羊毛衬衫 这位教堂心无旁骛 毕生心愿只有一个 铲除一切和欧洲天主教会作对的势力 然后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刚机会的酒鬼苏丹也是到自己身名狼藉 认为有必要用一场军事胜利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证明自己的统治能力 并不是遇受伟大的父亲啊 于是战争开始了1570年9月 土耳其大军出动 目标是地中海东部的小岛塞浦路斯 这里是威尼斯人在东方的殖民地 当时威尼斯与土耳其是有盟约的 每年花重金向土耳其人买和平 没想到土耳其人拿了钱还毁约 而且还是双重毁约 土耳其人起先承诺投降可以安全离开 但是在威尼斯守军投降之后 土耳其军队指挥官穆斯塔法帕下食言 囚禁了威尼斯守军 最终还把威尼斯指挥官马可安东尼要剥皮处死啊 消息传出基督教世界怒不可遏 这让威尼斯的怒火中烧决心报复 同时这次入侵也让庇护武士找到 重组当年神圣联盟的借口 要恢复当年那个两年不到就失败的联盟 这次由于土耳其人倒行逆施 整个西欧出席的同心同德 这次土耳其人要遭报应 土耳其指挥官大概没听说过中国古宴 杀详不详 1571年5月25日 教皇国威尼斯西班牙三方的代表 在范利刚齐聚一堂签署协定 再组神圣联盟 这次三个不同母也义附了亲兄弟名算账 所有军事开支西班牙负担一半 威尼斯负担三分之一 剩余部分由教皇买单 由此你就知道各国对土耳其的痛恨程度啦 各国同意用这笔巨款筹集一支大规模远征军 目标是远征收复塞浦路斯 消息传出之后 热纳亚医院骑士团随即宣布加入 一时之间基督教世界陷入沸腾 从塞维利亚到意大利 从巴塞罗纳到纳布勒斯 神圣联盟所掌握的各个港口 变得热闹非凡 洗满了枕装待发的军舰滑江手和士兵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的参加这场 自十字军远征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盛战 远征军的指挥官是菲利二世的弟弟 查理武士的私生子 年轻22岁的唐福安亲王 别看这位亲王是私生子 而且年轻没经验 事实证明这是最佳选择 在后来战争当中 这位亲王出色了完成的任务 1571年9月16日 神圣联盟大舰队出动 自意大利的墨西拿港向东航行 开始搜索土耳其舰队寻求决战 决战地人在哪里呢 我估计你已经猜到了 当时土耳其舰队正停泊在 希腊西部的克林斯湾 也就是当年的古战场勒班陀所在地 神圣联盟气势正圣 那么对手的情况如何呢 人困马乏 因为土耳其海军此时出海已经半年了 接连攻击了塞浦路斯和地中海北岸 拿下多数威尼斯人聚守的港口 虽说战果封硕却急需休整 根据舰队司令阿里帕夏给苏丹的战报 当时土耳其人面对的局势是 勒班陀港一守难攻 季风风向也对土耳其人有利 而且冬天即将来临 只要坚守不出 联军就因为气候不利 和基亚19的内部矛盾自行瓦解 这应该是土耳其间谍带回来的情报 而且情报相当准确 别看基督教联军同仇敌凯 实则多年斗争之下各怀鬼胎 联合舰队指挥高层内部正在争夺主导权 底下的西班牙和威尼斯水兵之间则频繁斗殴 如果继续拖延个几周 联军真的很有可能做鸟兽散 但是酒鬼苏丹浩大喜功 他要的是一场辉煌的胜利 而不是什么谨慎保守的战略 所以命令阿里帕夏主动出击 尖敌于海上 这下好了 亡命难违 硬着头皮也得上 10月7日凌晨 土耳其舰队起毛出海 到了黎明破晓之时 双方发现了彼此 此时双方的兵力对比 是联军的212艘 对土耳其的251艘 跟几十年前一样 上面上还是土耳其舰队战上风 接着来看看战况 唐湖湾亲王真是天生率财 虽然没有指挥过海战 但还愿意从善如流 听从资深海军将领的建议 把整个舰队分成三个部分 左翼是威尼斯舰队 右翼是热纳亚舰队 自领西班牙海军坐镇中央 这样一来指挥体系不同的三国海军 就不会彼此牵制 还可以互相支援 接着为了鼓舞士气 唐湖湾打着大帅席 乘坐一艘快船 在整个联合舰队的行列里穿梭了一遍 这一举动让联合舰队 所有人士气高昂 尤其是正宗一位年仅24岁的年轻西班牙军官 他就是唐吉赫德的作者 著名西班牙文学天才Savantis 他老兄也参战了 而且还活着回去 战争在正午时分爆发 当时海边上的风向突然转向 变成对联合舰队有力的西风 联合舰队指挥官都是老手 哪能放过这种有力战机 立刻下令前进 随即双方阻力舰的距离 迅速拉近到130公尺左右 这种距离根据当时海战的惯例 那是要开炮了 正当土耳其人沿阵以待时 突然联合舰队亮出了秘密武器 最前方的四艘加莱塞战船 突然爆出疯狂般的猛烈炮火 原来这是温尼斯人特制的新式重型战舰 船上能够容纳600名水手和滑江手 并且装备50门大炮 这是普通土耳其军舰的10倍 刹那间猛烈的炮火撕裂了土耳其军舰的阵型 根据统计 开战出席的这一场突然的炮击 一举打垮了三分之一的土耳其军舰 一下子又扭转了双方在数量上的差距 并且让联军实习大胜 不过传统海战战局变化莫测 接下来双方形成血性的肉搏战 剩余的土耳其军舰拼命向前 以数量和阵型上的优势两翼包抄联合舰队 这下子战斗变成了接旋战 连双方旗舰也发生了激烈碰撞 唐湖湾乘坐了国王号 撞击阿里帕下乘坐了苏丹纳号 双方士兵纷纷登上敌人的军舰 用火神枪弓弩刀剑 在狭窄的甲板上厮杀 这种打法对联合舰队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联合舰队的军舰盾位较大 船舰较高 所以联合舰队的水兵们能够先居高零下 用火器将准备登船敌人密集扫射一遍 然后再投入肉搏 不过真打起来还是得手底下见真章 唐湖湾亲王本人身先士卒亲自上阵 手持保健和战斧 率领士兵们登上了苏丹纳号 这种英勇感染了联合舰队的所有水兵 终于阿里帕下被一发火神枪子弹击中 当场阵亡 杜镜的绿色大帅旗也被西班牙人扯下 正当联合舰队要欢呼胜利的时候 战况再度逆转 此时土耳其舰队的左翼终于成功冲进联合舰队 割裂的右翼和中军包围最弱的热纳亚舰队 这让双方战况再度陷入胶着 不过土耳其舰队此后失去指挥各自为战 光顾着收集战利品没有深入联合舰队的侧后方 失掉了扭转战局的最后时机 最终联合舰队的预备队赌上了缺口 到了下午4点左右 土耳其舰队大势已去全线撤退 这场规模空前的地中海大决战打了一整个下午 双方共计阵亡4万人 其中2万5千人是土耳其人 虽然己方也伤亡惨重 但是神圣联盟终究是获胜了 获胜消息飞速传播 整个欧洲欣喜若狂 这也难怪了 欧洲人实在太需要这一场胜利了 自军事坦丁堡失守之后 基督教世界被压抑太久了 据说教皇庇护武士得到解报的时候 当场跪下老泪纵横 说自己死而无憾 后来大多数历史学者都说 勒班陀海战一役 标志的土耳其扩张时代的终结 此后就是欧洲人主导地中海了 不过这是真的吗 来看一下事实 此战之后局势改变了吗 其实改变有限 神圣联盟的目标 塞浦罗斯岛始终都没有收复 而土耳其海军和海盗 依旧在地中海东部横行无忌 用土耳其维棋而嘲讽威尼斯大使的话来说吧 勒班陀海战的损失 土耳其的损失就像被剃掉了胡子 而威尼斯失去塞浦罗斯 则如同一个人被砍掉胳膊 胡子可以迅速长出来 而胳膊可不会 事实确实如此 一年后土耳其海军就迅速恢复元气 而神圣联盟这边呢 在庆祖王胜利之后 内部矛盾迅速升温 同盟再次分崩离析 威尼斯趁圣和土耳其帝国单独购合 西班牙则转头去应付闹独立的荷兰 最后带着无敌舰队去远征英国 下场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啦 总之谁也没再出兵去对付土耳其人 所以死后地中海东西对峙格局再次形成 一直维持到18世纪初 那时英国海军已经称霸大海啦 看来勒班陀海战似乎只是欧洲人的一场局部性胜利 那么为什么历来各大历史学者都对此战大叔特殊呢 因为这是历史的分水岭 如果你有把前面几集关于土耳其的故事全部看完 就知道土耳其人在中世纪晚期 就拥有许多优于西欧的系统性优势 更开明的政治制度 更自由的商业环境 更宽容的社会氛围 更鼓励创新的土壤 是这些系统性的优势 让土耳其人雄霸东南欧横跨欧亚非 可是一百多年过去了 土耳其人内部的隐忧接连爆发 几位移民伟大的君主逝序之后 接班了金字阶什么酒鬼色鬼暴君 反之 欧洲却逐渐从低谷反弹了 美国历史学者维多戴维斯汉森 在杀戮语文化当中是这样评价的 神圣联盟在勒班陀的胜利 是先进的技术创新体制 和商业组织能力的胜利 怎么说呢 比如说土耳其舰队的船只和水兵较多 但是神圣联盟舰队的大炮却更多 而且是多出一倍以上 口径更大品质更好 而且神圣联盟军舰上的水兵 普遍装备的防护力更好 更尽量的亏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都是人家的国产货啊 反之 土耳其帝国虽然财大气粗 却不能自主生产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 只能雇佣来自欧洲的工匠进行仿制 所以产量规模技术革新都比不上西欧 这个现象反映出一个更大的问题 只有发明专利受到法律妥善保障 能带动基础科学研究的国家或地区 才能实现军事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化 西欧的优势并不只是士兵的英勇奋战 而是米兰的盔甲做法 还有威尼斯的造船厂 这些都是16世纪的土耳其无法比拟的 这些差距一开始并不显著 但是日积月累之后 就是无可对抗的巨大优势 最后我们来看看土耳其人的盛世 这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终结的 听完前面的故事你可能会觉得 那应该就是败在酒鬼赛利姆身上吧 的确这是最广为流传的说法 苏莱曼大帝晚年糊涂 在宠妃的蛊惑下 把王位传给支持平庸的酒鬼儿子 最终导致国家衰落 一视一鸣毁鱼蛋 如果你是看历史连续剧 这样想没问题 但是如果真的想断练思考的格局 就别把大国的兴衰 这么简单的看待 正如同我刚刚提到的 这里真的是分水岭 但是那是怎么分的呢 从历史学专业的角度来看 土耳其帝国的衰落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客观来看 土耳其的大国地位 在那之后又保持了一百多年 持续到18世纪初期 都还有威风凛凛 你在俄罗斯简史里面看到了 那个并延延的土耳其帝国 那是19世纪中期 对了说到俄罗斯 1571年这一年 不单是勒班陀大海战 这一年土耳其人在北方 跟俄罗斯也打了正热闹 几个月之前的1571年5月 土耳其人的附庸国克里米亚汉国 出动骑兵一路打到莫斯科的城下 把沙皇伊凡雷帝打得仓皇而逃 最后还一把火烧掉了莫斯科 要不是勒班陀海战的意外实力 让土耳其人改变战略中心 俄罗斯很可能在这一年 就被土耳其的附庸国灭掉 那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情 此外 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 土耳其帝国跟欧洲人的对抗 并不仅限于地中海上 当时从西非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区 有众多穆斯林政权正在对抗欧洲殖民者 土耳其帝国持续供应新式枪炮 此时直接穆斯林同胞对抗欧洲人的入侵 双方一时之间僵持不下 来看看具体的状况 在勒班陀海战之后 土耳其人还一度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以及盛产香料的东非坦桑尼亚海岸 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欧洲政治观察者 在知道了上述事实的情况下 你会做出土耳其正在衰落的结论吗 坦白说我还真的不会 毕竟眼前的局势还对土耳其很有利 在任何时代要看穿长期趋势都是很难的 想要做出有意义的思考 你得依赖历史眼光 也就是后见之明 当然这种眼光不是普通人能够具备的 我当然也没有啦 不过我能借用大师的智慧 综合历代学者的分析可以这样来理解 欧洲与土耳其的对抗成败 关键在于一个更大的趋势变化 这个趋势就叫做资本主义 随着欧洲与航海贸易展开殖民事业 从威尼斯起源的资本主义精神 逐渐影响了西欧各国 尤其是新教的荷兰与英国 这两国远比威尼斯庞大的国家体量 让资本主义带来的优势显得势不可挡 随着时间经过地缘战略格局转变 大西洋取代地中海带来更多的财富 但在地中海以外的地区 土耳其人其实并没有优势 此后西欧各国展开贸易殖民 赚钱比土耳其人的抢略更多更快 而且也就更有利于本国的产业进步 也就是说关键在于进步速率的对比 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这100年里 你单看土耳其 你不会觉得土耳其落后 但是你把土耳其跟西欧进步的幅度拿来对比 你就能看出土耳其人明显的没有优势 土耳其人的确还在增长 但是对手增长得更快更猛更全面 这一点大清朝也一样 不是这两个老大帝国有什么错 而是时代已经变了 他们跟不上 经过100多年的拉锯对抗 进入17世纪后半 土耳其军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 打谁都是百战百胜了 到了这个阶段 事后的效应全面发作 双方的成败就显得很容易看出来了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具体的年份 标志了土耳其人由胜转帅的分水岭 那么1683年比1571年更合适 这一年土耳其大军进攻维也纳失败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威胁欧洲 此后他们就是欧洲人眼中会吸压病夫了 不过土耳其人数大更生 硬是又撑了两个世纪才倒下 后面这段土耳其衰退的历史 我就比较不想细讲了 因为真的比较没意思 虽然还是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地方 不过这种冷门的历史 大家比较不感兴趣 所以我只简单的带一下 这100多年的经过 话说在17到18世纪 俄图曼土耳其的几大主要对手 英法俄的实力都飞速发展 特别是俄国 经过彼得大帝与叶卡切琳娜女皇的改造 整个国家体制脱胎换骨 从被土耳其压着打 变成暗的土耳其往地上摩擦 几次俄图战争 土耳其人都丢盔弃讲 此后西欧风云变化 土耳其人更是日薄西山 法国大兵爆发后 拿破仑孤军远征埃及 土耳其还得靠着英国海军的支持 才能夺回埃及和巴勒斯坦 东方大国威严扫地 此后土耳其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不过英国之所以保护土耳其 是因为不想让俄法两国得利 英国内部的舆论更同情希腊的独立 而且考虑到苏伊士印河的兴建 英国还更想独占埃及 于是英国暗地里支持希腊 又挑售土耳其在埃及的总督叛变 此后土耳其陷入循环内战的深渊 到了我们说过的克里米亚战争时期 那土耳其就只能当大国博弈的筹码了 最终由于被英法而侵略的积怨 十九世纪后的土耳其向新兴的德国靠拢 并且在第一次事业担当中加入同盟国作战 这就使得土耳其人签下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战后的巴黎和会上 存在了六百多年的欧亚非霸主土耳其 人为猎翔宰哥的托管地 如果不是凯末尔横空出世 土耳其的国运真是不知异于弧底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 本期节目是依靠天好公外科的会员朋友 热情三出的制作完成的 如果您也希望听到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 欢迎您加入赞助的行列 感谢您的收看 也希望您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